小鹏汽车直到现在都还在纠结产品路线的问题 主要这么发展 小鹏今年是真的危险了 为什么这么说 看小鹏的新车就知道了 小鹏最新的改款车型P7I最近上市 定位还是轿跑 售价在24.99万到33.99万元 作为小鹏最成功产品P7的中期改款 P7I这车的尺寸和外观整体 还是延续了P7的风格 外观上相较于P7 最大的变化是在前大灯的内侧 各加入了一颗激光雷达 当然啊 激光雷达这个部分是仅限于高配版本的 25万的入门版是没有的 而改款车整体最大的改进 还是体现在智能驾驶层面 做仓芯片换了815 AI芯片也换上了ORX 顶配P7I在双ORX的驾驶下 可以实现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 也就是说现在P7的改款 也可以像G9一样做到全场景之价了 整体从配置看P7I的产品里还是很不错的 为什么一开始要说小鹏目前还在纠结呢 其实还是在于P7I的定价策略 以及不同版本对于配置的选择有很大问题 P7I这车如果定价能在22万左右 读过可以说小鹏的上半年那基本是晚了 这个车在20万左右会非常有竞争力 但是P7I的入门版价格就已经来到了25万 我们看看P7I的同级竞品都有谁啊 23万的Model 3 21万的比亚迪海豹 包括新款韩一威 据算售价也只有22.5万左右 新款P7I在中间的优势是什么呢 有人说自动驾驶啊 确实小鹏的自动驾驶一直是行业内顶尖 P7I更是有双激光雷达加持 全场景支架等等 但是不好意思啊 这些优势仅限于P7I27万以上的高配版本 P7I的入门版P7I Pro 依旧采取了老款P7当时的定价策略 将核心自动驾驶技术放到了高配车型上 而在入门版则对自动驾驶进行阉割 P7I入门版没有激光雷达 所以小鹏主打的全场景辅助驾驶肯定是没有的 另外小鹏在行业内应用最广泛 最值得一吹的城市NGP 也同样无法在入门版上享受 入门版还是打的降低成本 以求走量 这种配置区分策略在两年前也许好使 但是现在绝对是个大问题 当年的P7为什么卖的好啊 核心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定位 20年除了Model 3这个至今就让卖座的老妖之外 纯电轿跑的概念并不流行 第二是因为在新能源汽车的新概念广泛传播 连资本市场都被大幅牵动的时代 远不像现在这个阶段这么充满警惕和怀疑 小鹏的产品吃到了自动驾驶概念的第一步红利 搭载高通820A芯片的P7车机系统 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先进的敬畏天人了 所以说白了 从获得成功的P7 到不怎么成功的平民车P5 再到高端化 自驾配置都拉满 但并不卖座的G9 小鹏从来没有建立起过以自动驾驶来获取成功的逻辑 车企主打的优势概念与产品实际的核心卖点并不一致 甚至还存在着巨大割裂 而这一点也再次体现在了小鹏的新车P7i上 你的车子到底对准的是哪一块市场 哪一个人群 如果是要凸显自己的自动驾驶优势 那么就不应该在核心卖点上去把入门版和高配版做区分 即便是成本实在降不下来 没有办法标配两颗激光雷达 也不要求你把最尖端的全场景辅助驾驶放在低配车型上 但小鹏的看家本领城市NGP总该有吧 一颗激光雷达其实就足以完成这样的功能 否则一台25万没有绝技棒身的入门版小鹏 凭什么去和比你便宜两三万的Model 3比亚迪海豹谈竞争呢 你是有品牌力还是有性价比 就单说堆料 人家19万的长S603买个3万的选装包 22万也能有4D成像毫米波雷达 小鹏目前要解决的还是产品策略 拿不起又放不下 还不如隔壁领跑一路干到底 人家减配降价已经不在自动驾驶上死磕了 以前说的什么 要在自动驾驶上干掉特斯拉 那都是年少轻狂啊 现在人家已经成长了 小鹏汽车什么时候才能在产品路线上真正成熟呢 至少在这款25万的入门PCI上 我还看不太出来